大家好,在这个7月10号呢,在这个重庆一个酒店内举行一场基层名医学术的研讨会 上面出现了一个美女,然后在跳这个钢管舞表演 就是7月11日嘛,会场在这个酒店工作人员就是讲啊 钢管舞呢,演员为这个活动举办方啊 外请的举办方的表示呢,这个钢管舞表演 这个是研讨会结束后进行的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在一个大型的会议场内啊 这个舞台上一女子呢,正在跳这个钢管舞 而这个台下呢,坐满了人 这个横幅上就是写着个热烈欢迎 各名医参加,这个叫龙心素碑这样的字样 这个会议厅门口呢,只是盘上显示 这就是这个2022年7月10日下午举办的这个 一场基层的名医这样的 鲜脑血管慢性学术研究会 研讨会啊,对此啊,很多人就是表示吧 基层名医学术这个研讨会上呢 这个美女跳起这个钢管舞呢 不知道这个名医的这个鲜脑血管呀 这个压力大不大 就是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吧 就是很多人就是发布这个 在这个发布视频中呢 就是有此次这个学术研究会的这些邀请函呀 邀请函就是显示这个研讨会的举办的 是在重庆南岸这个茶园新区某高档酒店 这个活动的举办方呢,为这个重庆 上二加医药有限公司 随后就是有关的记者就是进入了该这个场所在的这个酒店 工作人员就是表示吧 就是10日下午呢,该酒店确实举办了这场基层名医新脑血管慢性学术研讨会 这个工作人员还表示这个学术这个研讨会中的钢关物这样的表演呢 这样的活动是这个举办方 这个外勤演员进行一个这样的演出 在这个7月12日嘛,就是联系上了这个重庆的这家医药有限公司 这个负责人他就是介绍吧 这个钢关物表演呢,是这个研讨会结束之后 这个用餐时呢,才开始的 这个舞蹈杂技等表演大约是时长是40分钟 主要就是为了提升一下这样的范围 就是为了大家注注信 没有别的意思 都是外勤的专业舞蹈演员 谢谢大家收看